以色列國防軍4號宣布 地面行動將擴大到整個加薩走廊 不過乙軍在中東地區的敵人 卻不僅只有哈馬斯 夜門叛軍青年運動高調宣稱 在紅海曼德海峽發射飛彈以及無人機 鎖定兩艘以色列商船進行攻擊 當時部署在該地區執行任務的 美國海軍伯克級驅逐艦卡尼號 攔截到求救訊號後前往池原石 還遭到敵軍回擊 事實上這已經不是第一次 夜門叛軍刻意滋事 11月21號青年運動直接綁架 一艘名為銀河領袖號的貨輪 11月26號又有一艘郵輪 中央公園號受到轄持威脅 專家分析伊朗刻意放任 真主黨青年運動目的就是要促成代理人戰爭 加上武裝分子頻頻攻擊美國海軍 不排除地以哈衝突增添更多貶數 以色列加強針對加薩的軍事行動 為維穩地區局勢的美國 似乎也成為反西方勢力攻擊目標 逐漸被捲入戰爭暴風中心 這段新聞記得好報導